观众朋友玩 今天的天气大致上来讲都还算稳定 虽然有一点午后的热流 但大部分在山区 然后往东北部过去 平地方面大部分大家感受到的都是情道多云 下个礼拜一封面接近 下个礼拜二开始 天气就有很大的转变 容易出现这种大雷雨了 先来看看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现在在彰化市区 还有高雄美容这两个地方 稍微比较不好 来到了对过敏族群比较不健康的局势 那另外在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这个雨减少了 所以温度很明显的就往上升 降雨昨天比较明显的新竹以北东部这边 温度明显往上升了 中部南部跟昨天比较起来差别并不大 那至于说整个天气系统呢 封面在北边这边慢慢的在这边形成 台湾主要吹的风还是偏南风 主要这个雨减少之后呢 这个温度上面就有往上升了 那至于说到了明天晚上呢 封面也一样还是在北边没有影响的 周末假日这两天应该在未来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 下个礼拜一这个封面就会接近的 那到时候北部东部这边先开始下雨 下个礼拜二开始呢 一共会有两波封面接连的影响到我们台湾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甚至礼拜五礼拜六 这个天气都很不稳定 很容易出现震雨或雷雨的 特别是西半部一样 还是要注意这种大雷雨瞬间的强降雨 还有这个强震风的状况 所以下个礼拜呢可能容易有一些剧烈天气产生 下个礼拜二以后要千万特别注意了 那卫星云土上面目前主要的云雨区呢 在差不多华中这一带发展 华南沿海也有一些云层在发展 但是移动出来的过程它会减弱的 这一部分有一些热对流的成分在里面 也就是说会有日夜变化 白天比较容易发展 入夜了以后慢慢会消散掉 感觉上是有一些云层从华南这边移动出来 往台湾这边接近当中 但是这些云层接近的过程都有在减弱的 雷达上面我们看到台湾海峡这附近 有时候也是会有一点云雨区 但是很少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陆地这边发展起来 然后往东北边这边过去 那今天的整个热对流发展的稍微比较明显的 偏向在山区 然后往宜兰方向过去 明天大部分大致行道多云 东北部还是要注意这种热对流所带来的影响 也就是塞巴虎 那北边这一边这种云层移动出来以后 到了海面上面也会有减弱的状况 对台湾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就整个天气状况来看的话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没有什么下雨 明天的白天 一样山区发展出来热对流 可能往东北部过去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比较零星 跟今天这个雨的状况比较大片 比较起来就比较少很多了 那明天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 台湾上空又少了热对流了 当然晚上就没有什么降雨了 礼拜天的白天 这个主要还是塞巴虎中午以后的这种午后阵雨所造成的 周末假日这两天是未来这一个礼拜天气比较稳定的 那提醒大家的是呢 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油童花的季节了 所以呢如果说在外户外的话呢 中部以北一直到东部可能可以看到山区有一片白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特色油童花 那这个开花的状况很多地方事实上都已经来到盛开了 我们看到大概只有在北部这边是这种开花还不到盛开 其他地区几乎都已经盛开的状况了 就是北部还有东部这一带还不到盛开 所以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到户外走一走 看一看这个童花 那就明天的整个天气状况来看的话 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 大概只有东北部有一点午后阵雨 白天温度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高一些的 那降雨比较少温度又偏高的 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下个礼拜二开始的剧烈天气